东北女孩太暴躁 对男生不是拳打脚踢 就是大吼大叫 当街就暴打男友 一点都都给留面子 而男生却还想念着前女友的好 最起码不会对他又打又骂 我们先看看于博洪老师的一段话 女性要像淑女 女性还是要矜持一点的 怎么动不动就动手呢 古往今来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这样一个动不动就打人的女孩 你愿意娶回家吗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原委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西 20岁的他来自东北黑龙江 是一名餐饮从业者 跟着出来的是小西的女友小王 他同样20岁来自东北黑龙江 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老师脾气一般都很好吗 他这暴躁的脾气 能管理好调皮的小朋友吗 两人在一起一年多时间 一上台赵川就问到 两人买新手机的事情 原来男生小西 有一点点的洁癖 任何人都不能轻易触碰他的东西 就连女朋友都不行 这种奇葩男友你身边有吗 买的新手机不让女友碰 可女孩却非要抢过来玩 导致男生生气 宁愿折旧也要把手机给卖了 这或许是年轻人赌气导致的吧 还有一次两人出去玩 男生开车 他不希望任何人动他车里面的摆件 但女孩可能天生就是抬杠的人 男友越在乎什么 他就越捣乱 有一次男生在打扫卫生 地面都是水刚拖完的 可女孩二话不说穿起鞋子就到处走 接着女孩也说到男生新买的水杯 男生洁癖严重 可女孩却处处都要跟男生对着干 也许在正常的情侣中 两个人喝同一个杯子 玩同一个手机 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了 可在这对活宝这里 却一个满是嫌弃 一个始终抬杠 这样的爱情真的过得快乐吗 接着两人聊到前女友的事情 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确实不应该 但有没有可能是前女友 故意气小王的呢 也许男生只是有她的联系方式 双方手机都是公开的 怎么去跟前任联系呢 接着两人还聊到一条狗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人又搞笑又心酸 搞笑的是男友在女孩的争吵 可以想到这么一件琐事 心酸的是女孩对待男生的态度 就连狗都不如 哪男友跟狗对比 这种女孩真的是作妖呢 还是没教养呢 总之一句话 男生有时候自己整理东西 但女孩非要插一杠子 整啥啥不行 做啥都做不对 也许女孩是依赖性太强了吧 又或许是被父母宠坏了 啥也不会干 但男生接下来暴露出的一幕 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女孩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说他打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这种习惯养成了 有哪个男人能够长期瘦的了 女友或者妻子动不动就打人全打脚踢 拿上啥都能下的去手打人的 这真的是跟家里的教育有关系啊 两人还说的去见双方家长的一幕 女孩去男生家 不管是父母还是姥姥 都对女孩宠爱有加 非常的热情 还要给女孩见面里大红包 虽说最后女孩不好意思拿 但父母也给了男生让他带给女孩 而男生也说到去见女孩家父母的一幕 女孩半夜十二点 非要让男友跟自己回家 回到家之后 女方的父母满是嘲讽羞辱的语气 男生才二十岁在餐饮做服务员 虽说不是什么好工作 但男生这么年轻先从服务员开始 说不定以后就自己当老板 开饭店了呢 默契少年穷 果然是有什么样的父母 就会有什么样的女儿 在将近两年的恋爱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段感情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呢 我们一起先听听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点评的是于博洪老师 你面前真的是一副可怜相啊 有一些方面 作为女生我们也不能把野蛮当可爱 你刚才有一句话我不认同 你说一生气 我就要打人 我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一个女孩子 特别是中国的女孩子 我们通常的并不是一定要像淑女 女性还是要矜持一点的 怎么动不动就动手呢 于博洪老师怒斥了女孩打人的行为 一点都没有淑女形象 怎么能让男生一直爱着你呢 而说到男生前女友的事情 于博洪老师举例子说到 张爱玲曾经说过 一个人如果忘不了他的前任 往往只有两种原因 一种是时间不够长 没有忘记 另一种是心欢不够好 所以忘不了前任 男生虽说是因为第一种时间问题 但聪明人不难看出 男生是因为现任没有前任那么好 所以忘不了 不管男生怎么回答 都逃不开于博洪老师挖的坑 接着是沙娜老师犀利的点评 男生他不让你干嘛 你偏要干嘛 我就要宣示主权 我一定要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站到上风 男生也一样 我就不让你碰我的车 我就不让你碰我的手机 你碰了我就把它卖了 你这不也是在挑战人家的底线吗 所以两个人都这么激进 谁都不愿意退一步 发生了不一致的问题的时候 男生没有能够调整不一致的 这样的行动 女生是没有调整不一致的能力 然后再加上两个人 都互相不尊重对方 不尊重这段感情 那最后结局可见 沙娜老师指出了两人的问题 没有尊重的爱情或者婚姻 都是不会长久的 换句话说 女孩的行为还不足以男生打开心扉 所以很多事情 男生不愿意跟女友沟通 这或许是女孩刁蛮任性 还有打人倾向 让男生不敢完全躺入心扉 如果女孩不改变 男生也不完全接纳女孩 这段感情就是在彼此折磨 那还不如早点分手来得快乐 接着是徐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感觉是男生一直在排斥女生 不希望女生过多地进入她自己的那个世界 甭管是自己的生活方式 还是自己的情感世界 女生一直就没有进去 所谓洁癖不洁癖女生是她跟你说的 我有洁癖 还是说你认为的她有洁癖 我认为 你认为的 她从来没说吧 还是徐伟老师人间清醒 男生自始至终都没让女孩走进她的心里面 那个真正心灵上的共鸣 说白了 现在的两人就算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男生不希望女孩碰她的任何东西 女孩非但不听还老是针锋相对 证明女孩没有能力打开男生的心扉 男生宁愿把心事说给前女友听 也不愿对现任女友敞开心扉 那也证明男生没有真正的爱上女孩 所以没有爱上何谈保卫爱情呢 而女孩的无理取闹和动不动就打人行为 更加让男生无法接纳 所以导致现在的局面 徐伟老师也并不看好这段感情 最后是米娜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他爱你 他会为你去打开他的世界 比如说我特别爱干净 但是因为我爱你 我就同意你在我车上吃零食 我特别爱干净 或者说我特别保护隐私 但是因为我爱你 我就把我的手机给你用 这是爱你的男人会有的表现 而他做的正好相反 今天你不用再去纠结什么性格原因了 什么他自己有什么这了那了的缺点了 这些都不重要 他唯一有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他没能爱上你 米娜老师也是说出了男生背后的行为 就是不爱或者不够爱 所以才会有以上种种的举动 好的爱情是一定有对未来的憧憬或者约定 但眼前的这对名义上的情侣 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也是男生会尝试着打开心扉 但也要给到值得的女孩 从女孩打人撒娇 无理取闹的状况来判断 男生一时间很难走出现在的情感困惑 需要女孩细心有耐心的去发现 虽然嘉宾老师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但最后男生女孩都选择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女孩承诺会改掉打人的习惯 男生也愿意尝试着 让女孩走近最真实的她 祝愿两个人能够幸福吧 屏幕前的你对于打人的女孩 你有何感想你能接受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